我們剛剛的測驗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大家的回答情形喔 诶 OneNote它有個好處就是 這些都是即時的 都是即時的 所以我們都看得到 好啦 這正如我們所預料的 百分之七十同學是答對的 像素怎麼來的 就是長這塊 所以一般各位可能有一個工具 已經好久沒有用了 叫做什麼 小算盤 你可以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附屬應用程式裡面小算盤小算盤 它的小算盤不見了 在下面 喔看到了 好 OK 那以我們一般 比如說這個 比如說這個 300萬像素大概是2048 乘以1536 等一下喔 2048 乘以1536 有沒有這樣300萬像素 這樣了解的齁 那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個東西 因為你要做影像處理 如果你是在螢幕上顯示的 請問會不會很大 如果你要印出來的 比如說你要印海報 那當然就要大張一點了 對吧 那為什麼要特別看一下這個 來我們順便看一個地方 我們的螢幕上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顯示設定 各位都設定過 我們一般的解析度 像我們現在這邊也是比較高的 請問是多少 有沒有看到這是多少 1920x1080 所以如果你要跟螢幕一樣大 有沒有哪個同學心算比較好 可以告訴我1920x1080是多少 沒有還是要靠計算機好了 哈哈哈哈 來 1920x1080 請問幾百萬 所以你看我們在螢幕上 是200萬就夠了 而且還是全螢幕的耶 所以如果你不需要那麼大的 是不是就不用用那麼大張 對不對 大張只會造成什麼 檔案比較大而已嘛 好這是第一個 大家要先有的觀念喔 所以真的其實不用 檔案不用太大 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通常錯的人會比較多 那你就知道 不要被這些人騙了 老師沒有那麼複雜 我只是想誤導你而已 哈哈哈哈 沒有啦 沒有那麼這個 那這些人 多數不見得對的嘛 我們要聽從少數的意見 這樣知道嗎 只有這些人答對好嗎 我知道很多人都以為是高度 所以我不能再往下看 因為這樣會看到誰搭什麼 哈哈哈哈 了解齁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要考這一題了吧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 都以為是寬度 那麼我們來找一下 你看我們剛剛這裡看的 比較單純 它只有到480 有沒有 請問有沒有比這個更高的 有 真的 最高目前應該是到8K左右啦 8K 不過我必須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在我們一般電腦裡面編輯齁 4K以上就很辛苦了 哈哈 因為檔案很大喔 檔案很大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好 但是我們不用看內容 我們重點是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好像到了某一個數字以後 就怎麼樣 後面有沒有發現就有紅色的HD 有看到了對不對 那我們來公佈一下吧 這裡240指的是什麼 320乘以240 了解 這個是我們那個年代 我跟各位一樣大的時候 我們流行這個 叫做VCD 嘿 那時候我們二十幾年前 我們要看這個電腦 它再加一片影像加速卡 哈哈哈 才可以看得到 那你往上走 360這是640乘360 這是很常見的 在網路上的規格 再來720 這個呢 480就是720乘以480 也是各位這個年代 比較常見的 就是DVD 對吧 我們都知道DVD會比VCD品質好 那麼你在往上走 我們就稱作HD 也就是所謂的高畫質的 那麼這個呢 是多少 1280乘以720 1280乘以720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1920乘以1080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那到這個 我們一般就稱作什麼 Full HD Full HD 也就是所謂的高畫質的 高畫質比較標準的 比較標準 那上去當然都是一樣的方法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有了齁 所以今天就算沒有把影像處理學好 最沒有也有長知識 哈哈哈 OK 好